每一个标准的电机回路都有可能有多套参数组合 比如当前的标准回路里面我们可能会有 空开和电机的参数组合 我们可能会有2A、4A、6A、10A、16种不同的组合 那我们可以用红直级的功能来实现不同组合之间的直级的切换 可以点击单击选择电机跑开关 同时按住Ctrl单击选择电动机 选择菜单插入站位服务对象 此时鼠标的右侧出现了一个金色的一个毛 我们可以选择插入的站位服务对象位置 在弹出的站位服务对象窗口中 右侧的窗口预览 我们可以看到选择的目标和选择的图形 在左侧的分配内容里面 我们能看到已经选择的目标 现在我已经选择了电机保护开关和三星电动机 在窗口的下侧我们可以通过三个简单的筛选功能来查看 已经填写已经定义过变量的属性 或者是已经有当前值填写内容的属性 或者是选择页的属性 我们准备的百度 feel 就这样完整了 它在转型中处理 我一天看着它 然后我们可以试试看 你们看着它 这一眼看着它 现在我们可以试试看 我们可以试试看 我们可以试试看 就这样 Outside 感谢观看